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今天早上差不多十一点的时候 跟这个连海法师 连宁法师 跟连连法师 做这个阿歇雷灌顶 那今天刚好有这个机缘 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阿歇雷灌顶 所谓阿歇雷的意思就是等于 教授师 可以讲是一个上师 就是无上的一个师父 那这个灌顶 应该讲起来就是很尊贵的 很尊贵的 就是以后呢 你不是一个谐真 不是一个学习的出家人 而是呢 你有这个传法的 传法的一个任务 跟一个责任 都在你自己本身的身上 那么作为一个阿歇雷呢 也就是代表的密教的金刚萨斗 我们晓得这个密教啊 是五佛 中央啊 大日如来 东方阿出佛 西方阿弥陀佛 南方宝生佛 跟北方不空成就佛 他的法流啊 的一个代表 就是金刚萨斗 密教就是由金刚萨斗 祖师啊 本身啊 这样子法流一直传下来 那你灌顶啊 这个阿歇雷 就象征啊 你自己以后啊 你本身就是 法身啊 你就是金刚萨斗 现在你只是啊 印身 金刚萨斗的印身啊 来弘法 来利益众生 那么灌顶阿歇雷啊 首要啊 最主要的一个条件 就是他本身要道心啊 一定要很坚固 所谓金刚啊 就是不变 不变色啊 不变体 就叫做金刚 他不会变颜色 不会变形体 就称为金刚 金刚上司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在讲这个 密宗道次第广论里面啊 提到 其中有一个叫做 不退灌顶 不退 就是你这个时候啊 你受了这个阿歇雷灌顶 就叫不退灌顶 不退灌顶就是说 永不退道心 在活菩萨 在诸佛啊 菩萨 金刚复法 空行诸天的 这个谈诚面前 你接受阿歇雷灌顶 你要发愿 永远不退的 从此以后 你不要讲道心坚固 你本来就受不退了 这是发愿 发誓 在所有的这个 戒谈面前呢 活菩萨面前 你已经发了这个试验 这个就是不退灌顶 密宗道次第广论里面呢 这个讲得很清楚 那么首要的条件 就是道心不退 道心坚固 这是阿歇雷本身啊 首要的条件 灌顶的首要条件 那当然还有很多次要条件 比如你自己啊 本身啊 是这个 护持释迦摩尼佛 护持佛教 护持宗派 护持根本上师 这个都是次要的条件 再来呢 还有一点 你要深入精障 你这个 所有的这个 显密 所有的精细 你都要清楚明白 你要实修 去证悟 最重要了 还有你花菩提心 弘法度众生 那你不是一个 你当一个金刚上师 结果你都不度众生 那不用当 这个不用当 因为你只有自度嘛 你自己去学就好 你一个教授师 一个金刚上师 最主要的就是要 出去 去度众生 去弘法 去开创你的这个 佛教弘法的事业 那么首要条件呢 就是 道心坚固 这一点很重要的 道心坚固 你一般来讲 很简单嘛 道心坚固 其实不简单 你知道那个 连池大师 到庐山 去参访的时候 他是连宗啊 就是说 他是净土宗的 这个祖师 连池大师 所有的人 问他 你留下一记名言 给我们 所有的这个僧人 你是连池大师 你留下一句 这个名言 给我们 连池大师 怎么说 他只讲了一句话 老实念佛 老实念佛 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生人 大笑 大笑 这一句话 在庐山 砍柴的小孩子 都知道 老实念佛 在庐山 砍柴的小孩子 都知道 知道这一句话 这算什么名言呢 大家都笑他 连池大师 连池大师讲 不容易做到 这一句话 老实念佛 这一句话 翻过来讲 就是叫你 道心坚固 道心坚固啊 不是容易做到的 今天你付词 释迦摩尼佛 有一天人家 讲释迦摩尼佛的 坏话太多 给你听了 有一天 你上面 只是加个不 不付词释迦摩尼佛 因为太多的话 所以你就变成不了 道心坚固 不简单啊 老实念佛 不简单 卢山砍柴的童子 都知道 老实念佛 真正要做到 老实念佛的 又有几个 今天大家邪密 都知道 邪密教 也是一样 要道心坚固 你要持咒 老实持咒 真正能够 老实持咒的 又有几人 所以阿世雷灌顶 所要的条件 灌顶阿世雷 还是一样 道心坚固 你能够道心坚固 你只要能够走到底 就成 你道心不顾 旁边的人 一影响你 因缘 起了变化 因缘起了变化 就很容易的 本来是 道心最坚固的 变成道心 破碎 这样子 怎么当金刚上司 所以要记得 作为一个上司 阿世雷 你是金刚 不变色 不变体 这个是你在活菩萨面前 发的誓言 阿世雷灌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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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